空間音速度 電唱這邊老街晃晃好了 provoc 不錯 威晚安 帶這個小包就夠裝了 原子習慣 大家早安 新的一週東京Vlog用漂亮的一天開始 今天是有個活動我要去蓮艙那邊參加 我現在時間還有一點點早 今天準備的比我想像中還要早 現在才早上八點而已 從東京到蓮艙大概一個多小時 不然我提早出門好了 今天的穿搭 我記得上衣這件其實已經買超久了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機會穿 因為我之前一直覺得這件太浮誇 就是它非常的膨 然後日常穿我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但是今天想說參加活動嘛 就是可以稍微這種有點小浮誇的風格 這件是一個也算是KOL的品牌吧 日本KOL的品牌 它叫ACKA 然後我之前是在Lumine的時候 他們有快閃店那時候逛到的 被他們店員燒到的這樣 然後因為不想要整身都太可愛 所以下半身我就配了一個這種 直筒的淺色牛仔褲 這件是Beauty & Use的 剛好最近在夏季折扣我買了 它現在有打7折 版型也很好看 而且我超喜歡它下擺這個抽須的這樣子 這抽須好好看喔 然後呢今天的鞋子 最近日本很流行這一種 脫樑鞋的 就是它看起來很像 我的大拇指戴了一個戒指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今天包包背的是Polean的包 我今天有帶相機出門 今天可以拍Vlog 我現在經歷了一個小時的車程 終於要連床 在這裡跟水平小姐見到面囉 早安 我們這次一起來參加活動 好 進去吹個冷氣 對啊 你今天穿很好看欸 認真 是 是什麼 Beauty & Use的 喔是喔 應該是連身褲嗎 喔對它是連身褲 可是它是假連身 假套裝 我在講什麼 很好看欸 上衣呢上衣 上衣也是雷Beauty & Use的 我們現在經過蓮艙老街 要走去今天活動的餐廳 我剛剛一見到水平小姐 我就說你昨天怎麼又沒有影片了 他已經修更兩週 這兩週都有跟副主見面喔 對所以我會出現 我會在影片裡面出現兩天欸 我們今天活動的場地在這裡 超不像一間餐廳的欸 它是好像是類似法式料理 我們現在先進來的歐薩吉的餐廳 這裡面超日式的 小姐在擦身體 小姐在擦身體 這是可以弄筋的嗎 欸可是這個很好用 沒有這個不行 來到午餐時間 剛剛經歷了一連串的小課程 然後現在來吃這裡餐廳的法式日料 今天認識新朋友 這位是舊朋友 新朋友 林佳 京都的朋友 京都的朋友 再來京都晚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今天遇到Yubi 她今天超美的 投入你的背影 Yay 掰掰 再見 小心喔 掰掰 好 這是一個被狗在投拍的感覺 然後要順便擺聊請 對對對 我們現在三點了 活動終於結束 我第一次遇到這麼久 第一次參加這麼久的活動 我們是十點半到這了 對然後現在已經三點了 因為吃那種日式法料 本身就是 它很 上一道菜一道菜都很慢 對 然後中間前面又有一些 講解 跟我們介紹新品 之類的 總之是一個我覺得 我每次參加這種日本的活動 我都覺得他們辦得特用心 就是有學習有吃 對 又有交流 對 之後Osaji會在台灣天天上市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以上影片沒有Osaji贊助 單純個人分享 我們在蓮昌這邊 老街晃晃好了 現在在蓮昌的小路 吃什麼 吃什麼的 就是那個抹茶冰 喔就是這種的 然後也看這個 你看那個 金督 金督 很金督 我覺得可以耶 如果進得去的話 走吧走吧 這才有儀式感 我們點了一杯咖啡 它是 它是咖啡冰磚耶 哇塞 所以它臉這個味道 然後再倒進來 應該是這樣子 你看超有儀式感的有沒有 好酷喔 今天就是覺得還缺少一堆冰咖啡 一起吃一個抹茶紅豆冰 畫面超震撼的 有點震撼 還蠻不錯 這樣才有視覺效果 這樣影片才會豐富 好 謝謝你 而且你這部 你這部這周就會上吧 我這我看得到吧 我這張會上 你不會再出事了吧 不會 我不會再攻守任何人 大家 我都在幫你們催促水瓶小姐 努力上篇 他上周跟我說會上 以不以不浪 結果呢 消失 這個是水瓶小姐大腿的咖哩麵包 大家來可以買 這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吃不下了 算了啦 算了啦 好 你看他吃得津津有味耶 哈囉 哈囉 早安大家 我現在呢 要去出門接 今天的 陶董食堂的第一位客人 雖然說你們 可能也不會意外是誰 不過就 讓我們出門去 接他吧 然後順便出門去買菜 現在跟水瓶小姐見面 我們來買菜 我的日常行程 加入了 看一下Pitch的購物車 跟我的平常長的不一樣 我們今天又見面了 而且現在是早上耶 沒有啦 中午 接近中午 昨天呢 水瓶小姐就點菜說 她想要吃我之前做過的味噌豬肉 我就說我有做過嗎 我怎麼樣都想不起來 因為我 我就還回去翻我之前拍照 就有味噌雞腿 或是什麼 也有泡菜豬肉 什麼洋蔥豬肉 可是我想不起來 我有做過味噌豬肉 因為我很少用味噌入菜 就有 欸如果大家 記得那個縣東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有做過嗎 我很懷疑 有 而且Pitch就在寫說 就是賣相不好 但是 吃好吃的 吃好吃的 我們現在回到家了 現在 首先呢 先來泡咖啡 欸不然你來聞聞看 你想要喝哪一個咖啡豆 哇塞 好 還可以聞 還可以自己選豆子就對了 沒錯 這不會太黑嗎姊姊 這個位子 好這裡這裡 請你這裡 不要站到邊邊喔 會不會放大 你要擠進 對 我會被說 要擠進 幫你調一個角度 對 調過來一點 欸我側拍我會一起錄進去欸 喔沒關係啊 有這麼認 隨性就好 真的要拍一個料理 很認真 對 認真的節目 這樣子 這樣 用一杯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五到十分鐘 十分鐘吧 那麼快喔 因為還有前置作業 可是因為有時候還要洗一些器材 但是十分鐘吧 哇 十分鐘 清磨豆 你有認真在拍 喝囉 喝囉 喝呀 怎麼樣 很好 香嗎 這就是手沖咖啡的味道 就跟美式那種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 比起咖啡它更像喝果汁的那種 對對對 就我覺得好的手沖喝起來是 沒有咖啡那種負擔的感覺 是很像在喝 清澈到很像水 可是有一個水果香氣 它沒有那種渣渣跟濃的感覺 喔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Pitch家 剛剛 他已經幫我手沖了咖啡 真的非常好喝 現在我們在進入第二個環節 就是找午餐 Pitch要 平常在我影片中看到的 對 他要再現他影片中的料理給我看 而且大家我跟你們說 我剛剛第一次跟Pitch呢 跟Pitch去逛超市 應該是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跟朋友之類的一起去逛超市了 就是我 因為大家通常逛超市都只有一個人去逛嘛 所以你就會有自己的習慣跟習慣看的區域 剛剛Pitch呢 真的是直接掠過一些小廢物區 例如說熟食區 麵包區 然後那種泡麵區 他一律都是給我快走路過耶 然後我還會很想看這樣 然後多看個幾眼這樣 然後他只看 肉 菜 蛋 就這樣而已喔 很扯吧 炸物區 一些現做熟食區 我都略過 都不看耶 然後我就說 欸你略過那些小廢物嗎 他說 我是大略過 所以你很常買那種 那個 就是 那算什麼 他就是只要加熱就可以了 就加熱或是煮一下就可以吃 嗯 但我也不會很常買 但是會看一下 會參考一下 還有什麼新東西 對 或是吃宵夜那種可以吃的話 但你也不會吃宵夜嗎 嗯 大多數時候不會 除非是那種 就是晚餐沒吃 然後很晚回家才會 但是很少很少很少 陶董食堂今天的菜色 有人一起吃就是不一樣 因為平常自己吃沒辦法做那麼多 就是沒辦法都一點一點 然後今天做的呢 是我最常做的沙拉 然後我剛剛氣炸的薯塊 還有主餐是水瓶小姐點菜的味噌豬肉 這我真的不知道會不會好吃 這感覺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欸 太好了 很像在台灣吃過的味道欸 哈哈 又是感覺嗎 有 這起司真的是意外很好吃 就很配沙拉啊 嗯 請去買 好 QBB起司 你有煮過你這樣吃一桌 這種東西跟你老公吃過嗎 豬肉有類似的 嗯 沙拉好像沒有 現在是下午的四點半 今天終於願意再度插出家門了 現在真的是天氣熱到 如果三點前我都不想出門 但是現在想說我想要去郵局領個錢 做一些生活小瑣事的事情 郵局領個錢 然後想要去超商 看有什麼小點心可以吃 今天嘴很慘 我剛剛在Lawson看到一個不知道是不是新的東西 它是那種Fly Peccino 就是新冰熱的概念吧 然後它一樣是賣這種冰的底下的 然後到咖啡機那邊注入牛奶 而且它的牛奶是熱的耶 所以它會有點像 中和掉底下的冰 等一下應該就可以喝了 我剛剛去Lawson看到一個 那種新冰熱感覺的 新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新的東西耶 我是第一次看到 但我也有好一陣子沒去Lawson了 想說買來看看 這個是焦糖風味的 裡面是有些配料的感覺嗎 想喝一點甜的時候會很爽耶 它感覺很像有果凍還是什麼的耶 在底下 今天的晚餐 然後今天是每週二的咖啡男友更新時間 大家有看嗎 現在第七集了 D Parlament 1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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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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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6 一層 早安大家 現在要準備出門 現在擦個防曬 今天要去戴觀山那邊 整理頭髮 剪個頭髮 短頭髮就是非常 非常需要一個月一個半天就要整理一次 所以 對 反正就是這樣 我現在用頭髮的呢 一樣是在南Nook 在東京我大多數是去南Nook 然後因為他們現在在戴觀山開了新的店 我找的設計師他現在主要也在戴觀山 所以 我現在 近幾次都是去戴觀山那邊的南Nook 上次啊 就是我在京都用頭髮的時候那位設計師 他後來有跟我說 真的有人 香港或是台灣人有去找他用頭髮 他就有跟我分享這件事情 天啊我要出去面對可怕的太陽了 然後我下面穿一個比較重點色的裙子 這樣子 今天的穿搭 今天的穿搭 是這樣子的 格紋裙呢 我其實也是蠻苦惱要怎麼搭配的 就覺得他本身蠻搶眼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那我其他單品就是比較深色系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協調一點 把重點放在裙子上面 上面這個沙背心和裙子都是sense of place的 然後今天背一個黑色的藤邊包 這個是我最近很喜歡背的包 他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之後我應該會拍個reels跟你們分享最近的幾個 很長背的包包 他是這樣子 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可是我覺得很好裝 因為就是這樣子敞開之後可以 直接把東西丟進去 就意外的我覺得他的 這個長度很剛好 他的位置很剛好 現在時間還早 所以我來我用頭髮的附近 吃個東西 我來吃這個 City Bakery 我現在在這裡 在關山的南路可人的頭髮 這附近有一個居家用品店 我很喜歡逛的 在帶關山這邊 這一家超級可愛的 我之前有在這裡買過花瓶 買了幾樣新的東西 今天的晚餐 因為想要直接用蒸的比較快 所以做了 蒸的豬肉白菜 還有 飯和這個 醬油蛋 這個我本來是因為最近都看那個 Instagram上面 有那種韓國的什麼醬油拌飯 結果 我試做的時候 我覺得我微波太久了 好像有點固態了 雖然應該是蠻香的 但是下次可能可以微波時間 再短一點點 我這次是微波兩分半 應該兩分鐘就夠了 剛剛早上呢做了簡單的瑜伽還有超慢跑 最近因為之前不是都會出去跑步嗎 可是因為夏天外面實在太熱了 所以我就買了瑜伽墊在家 會每 可能就是3分50做一下超慢跑這樣子 包養一下後的妝 等一下要出門 今天穿吊帶褲 我最近穿的都是 之前買的 現在就是很努力的7月份沒有買衣服 想說既然7月沒有買我就乾脆定一個小目標 就是7月都不要買衣服 忍到8月之後再買 這樣子 所以最近穿的都是其實之前都有出現過的單品 然後今天的包呢一樣背這個最近很常背的 藤編包 因為其實夏天雖然我有黑色的包就是之前miu miu的那個皮質包 但是皮質包我覺得在夏天背還是 嗯會有一點點沉重 所以最近喜歡背這種藤編包 而且皮質包還有一點是 皮質包很容易沾到防曬 所以 這種藤編包比較不會 而且比較輕一點點 所以最近 喜歡背這一個 然後因為我今天要出門拍攝 今天要去 啊我都還沒說我今天要幹嘛 我今天要去表參道那邊 然後今天又要跟水瓶小姐見面 所以呢 再加上我要去表參道那邊拍一個逛街攻略 最近終於逛街攻略再度回歸 今天全身的穿搭 上面這個背心呢是graph paper的 我在韓國 不是不是韓國 在京都的時候買的 一直內心想著這個包講成韓國 在京都的時候買的 然後這個吊帶褲呢是 Etole Tokyo的 這不確定還買不到 他們家的單品都是 很長 一上市就缺貨 就是數量不多 是一個這樣子 斜切式的吊帶褲 因為我其實吊帶褲很多了 可是覺得這件的那個斜切造型蠻特別的 他調節的方式是用 背後這樣子 背後這邊調節了 所以他其實好像沒有分尺寸 身材容許度蠻大的 然後下面看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寬寬鬆鬆的 可是他的那個挺度還蠻夠的 所以穿起來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他是斜切的喔 他只有一邊的肩帶 所以我覺得 非常的特別 再來今天底下穿一個 小白鞋 這雙是Ear的 真皮小白鞋 這雙我覺得很好看 他的 頭是尖的 所以穿起來不會有種 笨笨的感覺 像這樣子 把褲管蓋住 也不會有種那種圓圓厚厚 肥肥感 他反而是很修飾的 有沒有 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帶了一個眼鏡 這個是 這是豆腐和Kirimaru聯名的眼鏡 之前買的 今天來到表餐到的這家 i2 Cafe 他們家有名的是那種 類似荷蘭鬆餅的 店外很漂亮耶 走唄 你本來知道這家喔 有 原本也存很久 然後已經都出來 然後就說 就是這家 他現在還有一些旗艦限定美女 Yimei 這是日本人的 請請請請請 這週又跟水瓶小姐見面了 我剛才也在影片講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一起來表餐到這邊的 一家咖啡廳 都是我們的口袋名單 對 他那時候傳來的時候 我想說 對 你真的很會找 就是這間 他就是 因為他有那種 期間限定口味的鬆餅之類的 給大家看他的菜單 現在是午餐時間 我們應該會吃個鹹的 天哪 看起來很好吃 我想要點這個 Momoのサラダ 然後他也有一些優格碗之類的 裡面都是女生 女生最愛的那種類型 超迷你 這是 這是小袋子 欸他的小真的小耶 這個是真的小 真的小 這個是現在期間限定的 桃子沙拉 看起來超 不可口的 對 我們現在來到表餐到這家麵包店 就是真的是之前每次買的都不會踩雷的一家麵包店 他在福岡也有店 然後表餐到這裡也有 現在正中午的也是有排隊的人潮 水瓶小姐在哭蘭臉購物的 突然購物 突然購物 七折鐘 購物 我們現在來到表餐到這一家店 這家是我在IG上有追蹤賣花瓶的店 他們的花瓶都是國外進口的 很可愛 懂嗎 買了一個花瓶 超級可愛的小店 它叫PART OF NATURE 裡面真的太可愛了 對啊 現在來自家咖啡廳 哇我們這一週的VLOG會超級重複 這個超好笑 內容超像 水瓶小姐推薦 那個逛街公路我就 我就不拍了 給我給你 好 走唄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很奇怪 檸檬口味超濕的現在 對啊 我最近就是想要養成一些新的習慣 我最近就是想要養成一些新的習慣 雖然對大家來說其實我已經相對是一個非常自律 的人了 但是還是 想要養成一些新的習慣 就是我現在每天早上的會先花10分鐘 做瑜伽 讓自己稍微有一種 醒來的感覺 然後我會做超慢跑大概 2到30分鐘 這樣子 我就最近在執行一些新的習慣 為什麼會執行新的習慣 就是因為我看了這一本書 原子習慣 大家知道嗎 這就是常年霸榜 霸佔在書店排行榜的原子習慣 然後 因為我其實我現在回台灣 基本上不太會買什麼東西 但是只有書 因為在日本 找不太到中文書 所以我回台灣的時候都會順便帶個幾本書回來 然後這次就想說隨手抓 想說 永遠都在排行榜上我就來看看 結果 他真的是神書耶 我覺得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每看一小張 一小張姐 我都覺得天啊 有一種顛覆我想像的感覺 然後會有一種 每一個字句都戳中我心裡的那種 帶來的震撼感 他就是其實 簡單來說 其實他就是在講說 你一些細微的改變會帶來很 巨大的成就 其實我們做 我們能夠成就一些很偉大的 事蹟 並不是因為最後做了什麼事 而是你在 你前面的階段做了一些很細微的改變 很成長的感覺 我第一次有這麼感覺 推薦大家 沒有看過的話可以看 然後除了這本呢 我還有在看的書是另一個 這個 登 這個是 交手沖咖啡的書 就一樣是我吃回去的時候 買的 破骨折 他的方法 我後來上YouTube上搜尋 其實他就有在YouTube上面教過他的這個方法 不過我個人覺得我看書之後比較好懂 因為我本來 買書之前 看YouTube或上網搜尋的時候就會有點覺得 因為很多人有教手沖的技法 可是就會有點覺得 很茫然不知道到底該遵循誰的 然後我看了他的書之後 我覺得我有大大的開竅一點 照著他的蔥基本上是不會出錯 我覺得就是 沒事就會翻一下 這樣子 這是最近看的兩本書 很多人問我 沙拉都加些什麼東西 來給大家看 剛剛先加了生菜和番茄 最近喜歡這種番茄 他其實應該也算是蔬菜的番茄 只是他比較小顆 然後呢 我最近還會 直接再加一顆豆腐 木棉豆腐 類似板豆腐吧 因為我之前去外面吃沙拉的時候 發現他們也會這樣加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有時候我會再加酪梨 不過今天因為我想要吃 這個QBB起司 欸我有跟大家說過嗎 我最近很喜歡吃這個起司的 我應該是在IG上面說過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這個QBB起司 很多人跟我說 全家 台灣全家也有 不過好像口味沒有那麼多 然後日本的話 口味超多 而且這一個才100多塊日幣而已 葡萄的很好吃 然後他們有時候會有期間限定 口味 然後我前陣子 在有一家超市找到這種巧克力口味的 還有香蕉 香蕉我覺得還蠻配沙拉的 還有藍莓的 這都蠻配沙拉的 撒一點葡萄乾 那我都是一點點就好 因為其實 比較NG一點 但是 現在沒那麼嚴格的嘛 就可以吃 然後加一個這個 這個因為之前 買的時候 它標誌上面寫說很適合配番茄 所以我就有買 橄欖油 其實沙拉配掉我 初期都是直接買現成的 不過我發現自己 配的話 也蠻好吃的 橄欖油 加一點芭菜米可醋 然後 欸 居然快沒了 但是如果是現成的話 我之前會加這個 這個算 芝麻風味吧 有點胡麻醬的感覺 然後呢 就把它攪拌攪拌 我其實都會直接用手 拉拉拉 再加一把 一切都要 一切都要 然後再加一點 就算了吧 也就算了 我們要過來 我們要做什麼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們要做什麼 今天的早餐 刚刚用的那个摩卡糊啊 是我前两天新买的 然后因为我还没有很熟悉摩卡糊怎么用 虽然说大家都说很简单啦 不过我还在尝试总的摸索中 不过那个摩卡糊就是可以做出拿铁 因为我之前都只很手通 今天是雨林双花火道 没想到我家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还可以直接直接的看新光塔 早安大家 今天呢会是这部Vlog的最后一天 然后今天我要去干大事 是一个非常非常久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要去刺青 自从之前的刺青已经有四五年了 五年左右了吧 然后想说趁我三十岁之前呢就给自己一个纪念 所以这次就要在日本刺青 不过是台湾的刺青师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这次来日本所以刚好有约到一个时间可以在这里帮我刺青 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感觉会有人问一下今天的唇膏之类的 今天的唇膏擦的是植村秀这个 他们最近出了一个新的白色管身 然后是比较光泽 比较润感奶油润感的唇膏 然后我今天擦的颜色是BR770 有点土局中的感觉 这样 很有知性感的颜色 很知性的颜色 然后我的腮红是用RMK的 以前的一个限定色 还有打亮最近还蛮多人问的 我最近的打亮 几乎都是用开beauty的打亮 就他们有个双色的打亮 好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最近都用开beauty的 今天想说带小包好了 我今天应该不会带相机出门 我应该带gopro出门 带这个小包就够装了 这也是那个韩国牌子 Lumen的乱念 我昨天在逛那个beauty and use的时候 发现现在很多日本选品店 也有在进他们家的包欸 大家可以去逛逛看 我最近收了非常多他们家的包 好的 期待期待期待今天的痴情 拜拜 今天的洋装 这好像没有在vlog 就是在没有在youtube出现过 不过有在我ig出现过 是一个蕾丝的吊带洋装 超级的漂亮 这件是Amerie的 欸旁边有垃圾 等一下要去掉到垃圾 这件超纤 因为今天可能会拍照记录一下 所以就 穿了比较 仙气 比较上向的洋装 Amerie的 然后今天的视频带的都是gated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dior的戒指 这个是Mindy送我的生日礼物 超级漂亮的 然后包包是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 这个牌子的包就是看似废废的 但其实很能装欸 因为它的皮是软的关系吧 所以其实还蛮能塞的 像这个看起来小小的 不过我基本的东西也都装得了 而且它们的背带都是一个好背的长度 就是卡在这样腋下 可是又不会太太易 你会懂啊 就是不会太卡在腋下 就是有点长度的 可是又不会过长 很好看 好 今天来浅草这边 家饭店 比我超近了 我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现在来挑我今天要刺青的尺寸 超级可爱的 这好多喔 很多cation 我后来有想说 是不是可以 放在内侧一点点 可以啊 这样子 可以 我们可以比比看 对 你可以先 我们先看大小 就是 怕你觉得太大 或是 太小 好像这个尺寸比较 对 比较和谐 这个是几 10.5 10.5 就是我也有排给你看这个尺寸 对 现在决定要刺内侧 我本来 本来想刺这边 然后昨天跟我老公讨论 他就说 他觉得内侧也不错 就弱影弱显的感觉 他有刺青吗 他有 他也是超多的 真的喔 看不出来对 因为他穿衣服都刚好遮住 我完全没看到他的刺青欸 因为像我这个刺青喔 我如果去日本的健身房 他们是要我挡掉的 蛤 是要挡掉的 健身房 就是要我穿那种长袖 就是盖子 不能露出来 欸我第一次知道 他们是真的这样跟我讲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要加入会员 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穿类似这种背心去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要遮盖掉之类的 他就跟我讲一些健身房规范 然后就有讲到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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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訪問一下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呵呵呵 期待期待 会痛吗 靠内侧比较痛 其他还可以 我个人还算是男人痛 呵呵呵 我们现在刺完了 出来拍拍照 好 跟大家介绍我的刺青石 然后还有今天的摄影师 安安 呵呵 出发 出发 好 眼神带给我 很快速拍完耶 呵呵 感谢感谢 十分钟 没有了 感谢你们 现在把它贴起来了 嘿嘿嘿嘿 感谢今天的两位 辛苦了 辛苦了 呵呵 最后一个阶段 同应了 同应了 我们刚拍完照的 剩你痴情晕掉 剩你的土之衣 被吸出来 好 回家啦 刚刚简单弄了个东西吃 然后 新的刺青 现在有贴起来 用那种类似人工皮贴起来 我看这周的VLOG 可能就到这边了 我觉得这一周记录的蛮丰富的一周 就是我最近的 嗯 有工作的日子 之类的 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干杯 给你们看我今天做的 今天热了那个饭卷 韩式饭卷来吃 这个是我前几天做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做太多了 然后一盘 生菜搭配蛋 还有炒菇 和一些沙拉 生菜沙拉 志版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nt山 艺 汉莉菀 谢谢观看